高雄鳳山的一間賣場 最近出現了一名男子 神色十分詭異 在這個賣酒的專區走來走去 選定架上一瓶酒之後 居然開始用力的 想要開啟上面的防盜裝置 甚至多次蹲下來失利 但是因為無法破壞而放棄 可是這個酒瓶的外包裝紙 已經遭到破壞 無法販售 店家發現報警 警方調閱監視器 鎖定這名詭異男子的住處 上門抓人 一開門就看見這名男子的身邊 有毒品吸食器 在追查 他居然是高雄地檢署 通緝在案的通緝犯 這名男子到賣場亂開酒 卻不結帳的行為 引來警方的關注 循先逮到人之後 最後依毀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跟通緝案移送高雄地檢署正辦